Hello 观众大家好 我是R1VR姐夫 我发现 自从上一年Apple Vision Pro发布后 好多VR厂商 包括Meta、Pico等等 都要在ML混合现实的体验上 沙公斧、雾球、VR和ML 两种体验都做得好 例如增加彩色透视功能 戴上头显就可以看到现实环境 支持播放空间视频 以立体的方式回看自己的回忆 正常芯片算力 把涮养分辨率拉高 吃透整块屏幕 让玩家能享受更高画质的VR游戏等等 那么大家应该很好奇了 目前市面上维2用上同款芯片 屏幕与关键配置也差不多的VR一体积 Pico 4 Ultra与MetaQuest 3 哪一款会更适合国内新手入门玩呢? 今天在这视频 我会用Pico 4 Ultra跟MetaQuest 3 分别体验ML游戏和应用 玩体感游戏以及看空间视频 看看两者的体验 究竟有什么区别 作为第一款入手的VR一体积 哪一款的性价比会更高? 那我废话不啰嗦了 直接开始吧! 现在我已经戴上Pico 4 Ultra了 整个系统都改变了 还有你看 控制器也换了 换成这个 没有还的 那我们先打开一下游戏 看看吧 嗯...我们拿一个... 这个...合幅 好了啦 其实我可以不用手柄了 我把手柄放下 双手都可以操作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从头开始Ping 应该会好一点 这个头呢 但是...很画 V字形的 V0 有点难度啊 这个...挑战性有点大 就是挖了一个大坑一样的 这个...有点普杂 先从它的特径入手吧 就是...它前面有这个... 腰封... 是一件? 是的 这个... 这个应该是腰封 腰封的朋友 诶...找到了 哈哈 你看 所以它会... 向下反转的 那这个不是直接翻上去的 而且它这个是反面的 所以... 来... 来... 你看我们反转一下 诶... 不就好了吗 这拼图真的是一个 非常识人的一个东西来的 就你看上去 视觉没有那么刺激 但是你会很享受 拼图的时候 那个大脑不停的运转 在思考 诶...哪个应该翻哪里 这种感觉的 就外园看上去就觉得 也就那样吧 那我觉得啊 我是挺享受 拼图的瞬间 整个人就可以 非常的安静 如果说Quest 3上的 拼图形犹 跟Pickle 4 Ultra版本的 最大区别是什么 则是没有中文 其他的其实都差不多 产生透视 我觉得两者区别已经不大了 即便都不算很严重 手势控制的话 也是非常贴近了 但Quest 3的会略性一点点 当我的手拿起 拼图翻到松前 扭头看参考图后再回望 拼图依然在手中 不过两个版本都有同一个bug 偶尔手上的参考纸线 会莫名其妙停留在 拼图或参考图上 我猜这应该是游戏的问题了 其他的话对于正常玩 影响不算很大 到底说这个手势最终 是不是差吧 也不是差 就勉强能用吧 现在把这个拼上去 The last piece 搞定 而且你看我可以这样子 观察它 除了一体机游戏 现在Pico4 Ultra 终于应用上 赋予了好久的彩色透视主菜单 在系统就能切换 混合现实模式 每一块应用窗口 都可以独立悬浮在现实空间 也能独立调节位置与大小 例如把Pico互联打开 串流我的电脑玩黑神话悟空 旁边可以开多一个浏览器窗口 看地图攻略 而且Pico4 Ultra 还正在了手机应用商店 可以下载各个常用的手机APP 例如微星QQ小红书 当我们戴上头显时 开到一个微星在身后 保持跟家人朋友的联系 连手机都不用拿起来了 而且手机游戏也可以下载 这个蓝牙无线手柄就可以开完 在一个无线大量的窗口玩手机游戏 比较手机看小屏幕 感受可以说是更震撼的 加上芯片效能还不错 但做巨大的安卓平板使用 我觉得问题不大的 同样都是舞蹈健身游戏 来美舞蹈跟Dance Dash 都有在MetaQuest 以及Pico商店上架 不过Pico4 Ultra的版本 玩法更多人一点 可以加上腿部追踪器 直接用腿部动作玩游戏 例如踩踏节奏点取得分数 玩舞蹈游戏可以更加投入 好神奇的一个小配件来的 苹果推出的空间视频格式 其实原理就是用两个并排的摄像头 拍摄立体影像 在最新推出的iPhone16全系列 更支持拍摄空间视频与空间胶片 这些在Pico4 Ultra与MetaQuest 3下都可以播放 不过Pico4 Ultra更突破的是 可以支持拍摄、剪辑、播放空间视频 为观看沉浸式影像 多了一个更便捷的途径 相比起普通视频只能呈现二维的画面 空间视频更具有立体感和空间深度 能够模拟人眼的立体视觉 轻易感受到立体结构与距离的变化 在观线条件良好的情况下 Pico4 Ultra的两颗3200万像素RGB摄像头 拍摄出来的影像色彩层次比Quest 3的更细腻 更加还原拍摄线长深度与广度 相比起MetaQuest 3需要把空间视频 上传到云端才可以看 Pico4 Ultra直接支持本地印解码 还可以用手机APP把空间视频同步到上侧 操作更加方便的 也是老规矩了 我把Pico4 Ultra、MetaQuest 3以及Fission Pro 拍摄的空间视频样片放到网盘里 连接就在评论区之底 大家可以下载自己看一下的 一台VR一体机是否足够优秀 并不能只是看硬件配置的 内容生态的丰富程度 决定了可玩性的时间长度 否则很容易吃灰 截至2024年9月5号 MetaHorizon商店里的应用数量 有674款游戏和应用 Pico商店有20多款ML应用 超过778款VR应用 其中VR游戏已经有552款 两边的数量还一直增长中 可以说在最近一年 Pico已经默默的把跟MetaQuest的差距拉近了不小 而ML游戏我觉得潜力是非常大的 虽然这品类目前在MetaQuest和Pico的数量还是比较小 但在2024下半年已经能看到有不小精品内容推出 再混合现实的基础再加上体感追踪器玩体感游戏 手脚并用的全身追踪玩法更加宽获了游戏的可能性 而且Pico这款升级的追踪器比下一代提升了全身姿态预测的准测性和流畅性 一眼校准开机即可玩 每个小小的追踪器里都晒了IMU观星测量单元 还有12个红外LED 追踪器不在头显的摄探头范围内时 可以用IMU数据 骨鸡腿部位置和姿态 而且非常轻 但是后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追踪器甚至可以从袋子拆出来 站在其他物品上做追踪 这使得我们在虚拟世界中 享受更加自然和真实的沉浸体验 VR一体机里面 目前只有Pico发售追踪器 结合新的Evator 2.0 丰富的自定义模型 感觉Pico像是在做系统级别的VRChat Meta则是在观望状态 要等Pico追踪器销量好 再考虑是否要跟进 希望Pico 4 Ultra可以证明 正在多一个追踪器选择 是可以推动VR的普及的 这时拍摄剪辑播放空间视频 我觉得是另一个加分项 相比起用价格高昂的Fusion Pro 用七分之一价格的Pico 4 Ultra 这能还原90%苹果的影像体验 而且目前最新推出的iPhone 16全系列 更支持拍摄空间视频与空间照片 相比起Quest 3需要导入云端 经过换算才可以看空间视频 对网络有要求 显得比较鸡累 Pico 4 Ultra就可以直接导入 苹果上册的空间视频内容 进头显里面观看 低成本就能体验空间视频 加上Pico互联的串流电脑效果 比以前改善的非常多 在佩戴体验上更符合亚洲人的脸型与头型 Pico 4 Ultra在玩法上已经很丰富了 在清晰度四三角跟上一代Pico 4保持一致 手柄减少了最中环 重量比上一代更轻 中心偏手心位置 握在手里的感觉更成熟 也更不容易发生嗑碰 而且在国内有官方售后保障 和吃天无理由推货 属于第一推队了 是当下在国内最推荐新手购买的第一台VR一体机 你觉得Pico 4 Ultra的更新内容有打动到你吗? 戴上头显后 你会更喜欢待在VR虚拟环境 还是ML混合现实环境里呢? 还有些什么玩法你觉得可以添加到现在这些VR一体机里呢? 可以在弹幕或上方部里面去告诉我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剂料 我会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支持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常玩VR一个集 余怀体验和硬核造成的XRYR准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